哇 好大喔 就你知道為什麼牠叫亞當喔 我們秀姬喜歡狗狗 沙耶 好可愛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鬼兒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 正希寶神木二日遊 試試看默契 最近可能可以抓到你的tempo 狀況外 新人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新朋友 秀姬 Yeah 牠都有名字 朋友 我有名字 我有名字 畢竟一下台灣旅遊就是上山下海這麼夯 那今天我們正希寶神木二日遊 來跟大家分享 上過堅實香嗎 好像沒有 沒有 先講好很深喔 我就喜歡這種深入的 深入的行程 朋友爸爸可以看到嗎 深入的深入行程 可以吧 客家吃這種道地的 有啊 湯圓啊 這部分就不多做介紹 大家來自己選擇齁 Oh my god 剛剛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叫做什麼觀景台呢 魚老觀景台 是沒錯 轉過來 到 魚老觀景台 Oh my god 超漂亮 其實我剛剛沿路上的心情都很好 真的 因為看了那些三輪線 你知道就是一個Q亮 哈囉 你好 我們秀姬喜歡狗狗 你喜歡貓咪 你喜歡貓咪 你喜歡啊 嗯 你的形象感覺就假假的 剛剛秀姬拍起來 滿有愛心的那種感覺 對啊 走開 到了 看星星民宿 喔 大紫色耶 哇 這是他們餐廳的部分 不好意思 因為疫情不夠長這樣 有 我覺得你們這房間做得很好 這四人房也可以兩人入座 然後就是 超級可能就是要在後面了 因為正面已經很早的客人 就已經都訂滿了 對 我們坐209 老闆娘很喜歡紫的 對 他剛剛有說 他們所有的房間都是那個 大消不過 最新購買的臭氧機 前三項可能只有我們有了 是一個毛毯 真的 對 我之前看就是 蓋被子就是要下面一層毛毯 上面就是有 鵝蓉的被子 就會很快就很溫暖 欸 這幅畫也太適合了 他到底老闆設計的 就我當時看啊 這個尖石箱 因為真的離市區太遠了 所以他們大致上民宿呢 就是以乾淨 然後大 是溫馨為主 就不會是我們在市區住到那種 比較擠花的 然後呢 它這邊是 一樓跟二樓 都有飲水機 一個很大的保溫瓶 在放完行李之後呢 我們到第一個 走路就可以徒步到的景點 是正希寶教會 蠻漂亮的 蠻古色古香的 朋友 我沒有想到你有這一段耶 欸好啦 我講真的 畢竟在我頻道付出這麼多 我必須得要給你一點回饋 究竟朋友是叫做 宜貞還是婷婷還是小米 不是 阿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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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網友猜猜看 到底哪個才是朋友的名字 我們不要說不給名字嘛 好不好讚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日春民宿 那它其實不只是民宿 它還賣很多的咖啡 它還賣一些奶茶巧克力 然後最重要呢 它也是一間我們徒步就可以到的咖啡店 哇 我女兒女婿 你們已經聊起來啦 對 這邊是個非常傳統的咖啡店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星光國民小學 我的手好可愛 你真的畫眼線耶 你什麼眼線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你被認可了 你帶回家 完了 你要帶回家了 我直接跑 哇 剛剛我們本來要去逛星光國小 結果為了玩貓 我們被一隻貓直接綁架 騙我們它是野貓 覺得怎麼有那麼溫馴的野貓 結果商家一直會說是隔壁泡家的貓 它就立馬跑掉了 根本這個溫馨的故事 直接變成一個詐欺案 再跟大家講這個山上的故事啊 還有它這種畫的故事 老闆娘很有才華 聽說這泡菜是他們自己醃製的 這倒是新來的菜 豆腐 辣酷的豆腐 好奇蹟 OMG 現在二位看起來覺得好像很幸福 可以吃 這個甜不要省 很豐富耶 也吃不到 基本上沒別的東西可以吃 對 吃完晚餐的行程 我們要往老闆 他說上面比較沒有光 然後就看到很多的 SAKURA 星星啦 什麼SAKURA 怪櫻花屁事啊 雖然現在GoPro拍不到 但是我必須得要告訴大家 我們一抬頭 已經很多了 今天晚上就先這樣子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自己來 OMG 早上太陽就會這樣子打下來 它在我們民宿的建築物上 今天五小時有沒有信心 有 可以啦 國小生校外教學水服都帶出來 你是一個小學生 國小校外教學 你是不是很興奮 好興奮喔 我們現在經過第一個倒塌的大樹 我們的秀吉哥朋友 秀吉哥朋友 還潛怒 喂 好的 我們遇到第一個牌子 最主要是要告訴我們 下面就是我們的正希堡 A區和B區的神戶區 然後昨天民宿老闆告訴我們 A區是建議 甚至說是一定 要請到我們的想導 或者是導遊 才能帶我們進入 但我們今天走B區呢 是OK的 是我們一般遊客 一般人就可以走 吃午餐 我們的民宿 只要跟它加購呢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肉粽跟小米粽 你還在吃早上的饅頭啊 我吃一個半個饅頭 小米那個 對 很好吃喔 這個冷掉也很好吃 裡面是有肉的那一種 很好吃耶 他們東西真的都很好吃耶 哇好飽喔 哇喔 好猛喔 超美的 就你知道為什麼它叫雅達嗎 為什麼呢 厲害的那個 這是真的的故事就對了 不是我們現在朋友在唬爛 我沒有在唬爛吧 它長得真的很像龜頭耶 啊你講出來了 健康教育 當然肯定的 教人家什麼 這真的就是龜頭 OK 這邊 所以它叫做雅當是有原因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 好沙耶好可愛喔 他剛剩好大的懶腰喔 這裡呢看起來是放了很多孩子們的畫 再轉過來呢就是這個很有名的水林教室 這個是水蜜桃喔 對這是水蜜桃的幼苗 最新積的一年 在外面騎 神秘桃 對 神秘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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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差不多三四百個啦 日月的時候就可以來看桃花 2月份來了 2月份來大概就是看 2月份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阿啊啊啊 搞錯一集 看神木 看神木 喔喔 神木 神木永遠都在 兩邊都有神木 很蠻酷的在我們身體 明天日出就是那個方向 太好了 好 大概從屋就可以都到了 全台湾有368个乡镇 真的好想要一步一步的把它走完 如果平常生活工作比较紧张 想要透过旅游好好放松自己 却觉得怎么越玩越累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尖石厢来走一走 这是一个你必须得要亲自来旅游一遍 亲眼看到 你才能知道来这边的宁静 来这边的感动 我是黑鬼儿 试着多尝试不同的旅游方式吧 喜欢的话帮我订阅一下 拜拜 这颗已经十年了 哦 对 我左边那个大了 它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看到了 退役 所以这样种一颗它可以采收快线 从里面开始采 差不多可以采吃到十年左右 十年到二十年 所以它就是可以采收快线